各位同學 這個短片裏面不是講一些例子 我是想先解釋一些理論基礎 先解釋一些理論基礎 這個叫做 Isosceles Triangle 我再讀一次 Isosceles Triangle 中文叫做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先試畫出來 我的白手畫不一定很漂亮 A B C 等腰三角形有兩條邊雙等 這個符號是雙等 目的就是研究一下 在等腰三角形裏面 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特性呢 我會分開兩個短片來講 第一個特性就是 Base Angles Base Angles 底角 在底角 是會雙等的 這就是第一個特性 當然要講出來 我們要試試證明一下 是不是雙等 我們試試證明一下 我們想去Proof 數學不單要計算 我們也要想一下 為什麼呢 我們要發展我們的思考 誰知它們雙等 你說它們的樣子 不是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嚴格的方法 去證明的 在我們這裡 比如說在A這裡 我們畫一條垂直線下來 拿筆間尺 Perpendicular Line D Perpendicular 一定可以畫到的 對不對 你只要拿筆間尺 一定可以畫到垂直線 對不對 好了 那我們就去研究一下這幅圖 把它放大一下 這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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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開兩個 一個 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 有什麼關係呢 第一 這兩個三角形 畫 這個 我們先打開它 用兩個顏色筆去打開它 看到嗎 兩個 我們想研究一下 這兩個三角形有什麼關係 A B 等於 A C 這個是以知的 OK 第二個 A D 這條邊 是一條公共的邊 我們寫一個 A D 等於 A D Command side OK 好 第三角 這裡有一個直角 因為你畫下去是直角的 所以 好了 根據這三個條件 這兩個三角形 有什麼關係呢 好了 你還記不記得 邊雙等 邊雙等 直角三角形 OK 如果說直角三角形 的話 這一條叫做 對邊 是Potinus 這條是鄰邊 這兩個三角形有什麼關係呢 沒錯 它們就是全等的 我們英文叫做 Concurrent Concurrent 所以 Triangle A B D Concurrent 是這樣畫的 Triangle A C D 原因是 看不記得那些 SAS SS 這個叫做 RHS 定理 Right Angle Hipotenuse And Another Side 這叫做 RHS Concurrent Concurrent的寫法就是這樣 C O N G R U E N T 如果三個型是Concurrent的話 三個型全等 這角是雙等的 所以 Angle ABD 等於Angle ACD 好了 這兩隻角 就會是雙等的 好了 正完了 所以我們就說 Base Angle R Equal 不用Question Mark 正了 這個定理 如果我們要用的時候 我們會給它一個名字 我們就給它一個名字 什麼名字呢 Base Angles Isos Triangle 好了 那怎樣用呢 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這個三角形 OK A B C 這個是2X 這個是70 sorry 度 這樣 想問你 X 等於多少 因為 Base Angle A B 等於AC 對吧 這個是2G 所以2X等於70度 要寫原因 原因就是寫 Base Angles Isosceles Triangle 所以X等於35度 做完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應用 記住 Base Angle Isosceles Triangle 如果它是Isosceles 它就一定是Base Angle 相等的 那就是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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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angle